第八百七十一章 知意行难 101实验室内 炮管 王应选吃惊地推了推眼镜 炮管 赵世珍也是惊叫一声 但是更多的是惊喜 要问这个世上除了枪 他还对什么感兴趣 那一定是炮了 气缸和炮管结构相似 要求也差不多 张剑却是毫不吃惊 他显然早就适应了赵浩 灵阳挂脚的节奏 能铸造合格的气缸 炮管肯定也不在话下 那 那是犯法的呀 他姐夫怯生生地道 以县里面的名义造个枪还好说 这造炮的话 我这个天哪 不敢相信哪 换了跟你介绍了 灵灵所的全称是 南京工部军器局军系研究所 赵浩笑着给老实巴交的四眼老秦 吃颗定心丸 哦 这样啊 王应选恍然 心说 怪不得灵灵所不跟我们在一起呢 上次在军器局看过 朝廷也大多都是同炮 赵世珍回忆道 红衣大炮倒是铸铁的 可房梁一样做的炮管 炮糖却比拳头大点 他是军械研究所的所长 又好这口 说起来自然是如数家珍 现在大明最好的炮厂 是弗朗基人在豪京奥开的布加劳驻炮厂 听说他们供给自己人用的都是铜炮 嗯 赵浩点点头 他还想过 把布加劳的那帮弗朗基工匠给挖过来 但非我族类 起心避意 狭害的民族主义作祟 赵公子没有动手挖人 生铁铸造失败后 摆在它面前的有三条路 一是革新铸造技术 铸铁炮管之所以在各方面的细节都已经很注意的情况下 还是难堪大用 归根结底啊 是自然冷却造成的缺陷 因为在静置自然冷却的情况下 炮管是外壁先冷却 然后由外而内的冷却下来 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外层冷却硬化之后 里层还没有冷却 结果外层比里层更硬 里层的内管会被拉扯形变 甚至直接产生裂痕 这自然导致了铸炮时候的废品率居高不下 还会直接炸糖 让炮手望而生畏 所以啊 这时的大明也好 太西人也罢 只能够将铁炮管夹后再夹后 可这样炷出来的炮呢 又笨重威力又小 自然难逃军方的环心 一直到美国南北内战的时期 一个叫做罗德曼的工程师发明了 内膜注水冷却法 上着炮管啊 先内后外的冷却 这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种方法吧 说起来也很简单 只需要在冷却环节将炮管的内膜 换成空心的 然后用循环水冷却即可 可这只是赵浩从书本上看来的理论 离着具体实施还差得远呢 比如说水流速度和温度变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在热力学发展完善 且有比较先进的测控条件下的十九世纪中叶 罗德曼还花费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才建立起了相对比较科学完善的数据体系 赵公子在明代该怎么去实现这种量化呢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不断地反复试错 看看哪天瞎猫才能碰上死耗子了 赵浩心中的期许是五年内攻克这一铸造法 毕竟他有罗德曼没有的优势 只要多多做试验 拿钱堆也能够堆出来 但是革新铸造技术其实只是治标 真正的王道还是革新冶炼技术 在另一个时空中 当十八世纪后期 升铁精炼反射炉出现之后 英国人可以对升铁液进行二次熔炼 去除杂质 使得铁液更为纯净 英国海军用这种熟铁胶筑筑出来的大炮 没有一门炸糖 终于彻底淘汰了铜炮 可目前太系诸国的冶炼技术和钢铁产量 还都远远地落后于大明 大明都还没有掌握的技术 他们自然也不懂了 赵公子对此只知道个概念 具体怎么做 那就是两眼一抹黑了 其实大明生产苏钢的五湖铁匠们 早已经可以熟练运用灌钢法 控制熟铁中碳的含量 并且按照要求控制各种的含碳量的钢材 欧洲人直到两百年后发明了干锅炼钢法 才堪堪地追了上来 但无论是炼钢法也好 还是干锅法也罢 都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生产量太小 成本太高 所以才会有好钢用在刀刃上的说法 总之这个年代的人呢 是无法想象 谁会用珍贵无比的钢材来铸炮啊 不过未来几百年 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以钢铁为区 因此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照好都要把这该死的钢铁量产给搞定 在前两个方法都原水解不了进口的时候 只有第三个方法了 以铜铸炮 这才是唯一能够立即奏销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啊 大炮诞生后的漫长岁月当中 绝大多数的世间都是铜炮在唱主角 各国都有漫长的铜炮铸造历史 大明自然也有成熟的铸造技术 铜耐腐实不易生锈 延展性好不易炸糖 熔点低易于铸造 所以啊铜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威力也比铁炮要大 唯一的问题就是 贵 尤其是在大明朝 铜可是钱呢 以目前弗朗基人的青铜炮为例 箭载重炮在一吨左右 轻型的蛇炮呢也有四百斤 大明的龙庆通宝一枚重一千三分 寒铜九五成 一门重炮单单材料就要二十一万六千钱 再算上人工和损耗 造价不低于二百五十两银子 蛇炮造价则是在五十两以上 而西班牙或辅朗基的主力箭 仅重炮便要装备二十到四十门 各种轻型炮那更是数量无算 不算船的造价 光是把炮给安齐了 就得一万两上架呀 赵公子默默地盘算了一下 顿觉自己啊 怕是也没有那么富裕了 堂堂西班牙帝国 都能够被军备竞赛活活穷死 何况他是一个小孩子家家的呢 想到这儿啊 赵公子面目猙獰的盯着四眼胸道 就算先驻同胖 你这边也绝对不能松懈 五年之内 给我攻克转炉炼钢的所有难题 并且生五个儿子 呃 王应选摘下眼镜 吭吃吭吃地擦了起来 跟水冷驻泡法类似 转炉炼钢的原理也很简单 但这更是系统的工程 没有长时间的试验和改进 根本就谈不上应用 不过好在五年的时间应该够用了 可是 五年生五个儿子这种事情 怎么能够做得到嘛 除非 可是 小舅子是顶头上司 怕是一点非分之想都不敢有啊 第八百七十二章 科学度量横 你先把造枪搁一个 全力以赴给我造大炮 赵浩又是瞪了一眼赵士真 哪怕是青铜炮 我也要最好的 叔父放心 这玩意儿比造枪简单多了 赵士真拍着胸扑道 不管是弗朗吉人的炮 还是叔父给我的那两种炮 造起来都没有难度 这阵子我准备准备 过了年就开造样炮 嗯 过年我再去一趟军器局 给你讨几个造炮师傅回来 好嘞 赵士真自然是笑如言开 赵浩用了一上午的时间 把几个研究所转下来 看到的大差不差 都还远没有攻克他给的课题 暂时还拿不出 让他眼前一亮的东西 那话怎么说来着 前景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对此啊 他并不意外 倘若只要提出概念 转眼就能够变为现实 那他干脆在西山岛上 闭上几十年的关 攒出一队的飞机坦克出来 直接横扫全球 称王称霸 那还不是美滋滋的 可惜啊 那都是白日做梦啊 任何发明都不是无根之木 越是跨时代的新玩意儿 就越需要工业基础 和科学研究的积累 来不得半点弄虚作假 不过有一件事啊 他现在就得办了 在中午吃过午饭之后啊 赵浩便是让张建 召集所有正式研究员 在中心会议室中 开了一个不太正式 却在大明工业史上 具有历史意义的小汇 他以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 宣布自即日起 中心正式采用一套 全新标准的度量横 研究员们呢 尤其是那些个老家伙 文言面面相觑 搞不懂这年轻的主任 发什么疯 用了上千年都没有解决的 计量单位 为啥还要胡改一通呢 首先呢 我们不是要废除 现行的度量横 我们呢 也没有那个资格 赵浩呀端起茶杯 满条丝里的 瞎了一口碧罗春 一众老先生文言 笑了起来 抵触情绪大减 老祖宗传下来的 这套度量横 简单实用 容易理解 自然是极好的 但对我们搞科学的人来说 却有一些不太够用了 赵公子 惯会跟科研人员打交道 那就是 不要轻易地挑战 他们的常识 本朝太子皇帝 严格制定了 度量横的标准 但 开国二百年 尺度已经十分混乱了 比如说一斗吧 关斗民斗都不一样 各县用作标准的 铁斗大小也有出入 昆山一斗 只有太仓的九成五 却比床名大上一分 我们呢 做科学研究的 来不得半点含糊 差之毫厘 没有一千厘 所以 必须要将其精准地定下来 再者 我们的度量横 还要便于计算 比如 一斤等于十六两 一里等于一百五十丈 零一尺五寸 还有尺 又分为营造尺 材一尺 量地尺 尺寸都略有出入 还有体积单位 粮食用蛋 船上用料 这是日常中 没有什么不便 但是在科学计算当中 就是噩梦啊 三者 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科研成果 一套与众不同的计量单位 本身就有保密的作用 明白了 明白了 研究员们被说服了 当然 他们呢 就算是不服 也没什么用 因为在西山岛上 赵公子的话 就是法律 几个弟子便抬上了一张桌子 上头摆着各式各样的凉器 赵浩首先拍了拍桌上的那具座钟道 先说最简单的 时间单位 一天十二个时辰 座钟的纷针转上一圈 正好是半个时辰 我规定 以一个时辰为一大时 以半个时辰为一小时 并将一小时定为六十分钟 将每一分钟定为六十秒 日后中心所有记录 都要精准到秒 明白了 研究员们纷纷点头 这样确实很方便 也比一吸一刹那 斩茶一顿饭精确的许多 他又看了一眼张剑 沉生说道 目前最好的太息钟 一天也有两到三分钟的误差 你们零四所 要加进赤透制表技术 争取早日将误差缩小 另外 要对照 你背师弟给天象记录 每天调表 青天剑记录日月星辰 每天日升日落的时间 自然记得是无比准确 完全可以作为参照系 是 师傅 张剑点点头 他这几个月呀 很大精力 都是放在了 凉气制造上面 我规定 将分针转一圈的角度 也就是一个圆角 为三百六十度 赵浩又拿起了一个两角气道 因为它容易被整除 所以呢 很多特殊的角度都是整数 比如说周角是一百八十度 直角是九十度 等边三角形的每个角是六十度 另外 一度等于六十分 一分等于六十秒 再说长度单位 赵浩拿起了一把黄铜池道 我规定 一里的五百分之一 为一公尺 中心的一公尺 以这一把直尺的长度为准 简称米 他其实啊 本不打算叫米的 但是一股来自于东方的神秘力量 阻止了他 总感觉这样的话 会方便某些尊贵的人物一样 又规定 一千公尺为一公里 赵公子摇了摇头 甩到了那股奇怪的念头 继续道 一米的十分之一 为一分米 一分米的十分之一 为一厘米 十分之一厘米 为一毫米 毫米就是这尺上的最小单位 但远远不是最小的单位 说着 他拿起了一个游标卡尺道 它可以精确到十分之一毫米 可以称之为四米 希望大家可以早日用到这个单位 会议是一阵的哄笑 他们连毫米都用不上呢 由此 可衍生出面积单位 我规定 边长是一公里的正方形 面积是一平方公里 边长是一米的正方形 面积是一平方米 并且衍生出体积单位 冷长是一米的立方体 体积为一立方米 然后是温度单位 赵浩说着 小心拿起了一根长长的玻璃柱道 我规定 在西山岛上 水沸腾的温度为一百度 冰水混合物的温度为零度 以这根装有水银的玻璃管为温度计 分别将这两个温度标注在玻璃柱上 并且分为一百等分 每一等分便是一度 为了与角度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称之为 赵氏度 张剑轻声皆华道 随便吧 赵公子假假一笑 引得众人大笑了起来 所以目前的温度是 四度 哇 这个好 好些工匠不由兴奋到 这下可以知道卢温了 这个目前还办不到 水银的沸点才三百多多 这个温度计 也只能是量到二百度 希望将来 可以满足大家这个心愿 最后呢 是重量单位 我规定 在西山岛上 今天的温度下 一立方分米的 纯水重为一公斤 一立方米的 纯水重一吨 一立方厘米的 纯水重一克 暂时就先这么多吧 他掂量着手中 一公斤的 纯银砝码道 所有计量单位 自即日起生效 中心所有数据 要在年前 完成单位换算 自明年起 所有书面文字 都要以科学计量单位呈现 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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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齐声应诺 第873章 万国公治 照号看似简单的 这番设定 其实作用不亚于 蒸汽机的诞生 或者说 没有这番设定 就没有蒸汽机的诞生 更不会有 机器大工业的出现 因为有了精确的 度量衡 才谈得上 标准化生产 标准化生产的 好处太多了 除了便于生产管理 提高生产质量 扩大生产规模之外 有了标准化 才能够在理论研究 与科学试验中间 在研究中心 与江南集团中间 建立一个 三维一体的 统一平台 让新诞生科学理论 迅速转化为 科研技术 再快捷地 过渡到生产领域 只是说多了 别人也不屑 赵公子呀 只好先作为 强制标准推行下去 日后 众人自然会明白 他的好处 赵浩离开陈家务之时 日头啊 已经快要落山了 一行人 紧赶慢赶 这才在天黑头之前 回到了江南营宾馆 没进去 那轻衣别院 他便嗅到了一股 烤肉的香气 赵公子忙碌了一天了 中午也在谈事情 这才赶到了鸡肠鹿鹿 不禁食指大动 熏之味 加快脚步 别院呢 本就不大 这转过了一层花树 便见灵狐啊 点起了一堆篝火 火上架着一个 烧烤的铁架子 架子呀 是用大铁签 穿着一头 看不出是羊 还是鹿的玩意儿 烤的是金黄帽油啊 瞧瞧就 满着袖子 端着碗 往上面刷着调料 马香兰和张晓星 从旁转斗着铁签子 炭火把两人的小脸 硬得是红扑扑的 鼻尖 还浸出了汗珠 其余人则是围坐篝火 吹牛说笑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本公子有口福了 大哥来了 李明月欢呼一声 小兔子似的蹦起来 迎接赵昊 是吧 西娃呀 却是比她还要激动呢 抢先一步 冲到了赵昊面前 朝她伸出双手 赵昊奇怪地看看西娃 但还是不忍心伤害这个孩子 便是伸手拍了拍她的后背道 来 叔叔抱抱 西娃灯是一脑门子黑线呢 叔啊 我只是让你看看我 啊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过年想家了呢 赵昊歉意地笑笑 便是跟李明月说话去了 那孩子今日啊 确实偏生不识相 跟在她的后面说道 叔儿 你不觉得很神奇吗 哎 我竟然出去玩着她了 我知道啊 而且 而且我全须全尾地回来了 我钻了一天的鳞藏 我连点皮都没藏破 叔你瞅瞅 恭喜恭喜 脾气太来嘛 赵昊这才恍然 赶紧拉住了西娃的手 使劲地晃了晃 啊 这是不是说明 说明魔咒解除了 侄儿我要转运了 那肯定的呀 谁还能一直走背字啊 赵昊随口答了一句 继续和明月说话 那我终于可以花钱了 是吗 西娃的眼泪啊 鼓鼓而下 我都攒了整整一年的钱了 哈哈哈哈 那正好 小绝也大喜道 干明儿啊 咱们去苏州城潇洒潇洒去 我还没领略过 孤苏风情呢 好 我去 西娃兴奋地望乎左翼 我要报复 这暗无天日的一年 我要狠狠地花钱 说到去玩的项目上啊 两人兴奋地 连烤肉都不香了 这烤的是什么呀 赵昊不离那两个疯子 和李明月一起坐下来烤肉 鸡子 李明月笑眯眯地 给她递上了暖身汤道 你打的 赵昊喝了一口汤 带着胡椒味的浓香 让她神情一阵 不由笑看向了乔乔一眼 乔乔受用地朝她吐了一下舌头 不是 是我哥 李明月摇了摇头 小妹一见都没射 哦 你没打猎啊 明明出发的时候 看她很兴奋的嘛 正在摇铅子的 马姐姐和小竹子 忍不住地迟迟笑了起来 瞧瞧也想笑 但是又觉得不好 忍得十分地辛苦 想笑你就笑吧 小县主一挥手道 本姑娘不怕人笑话 三女这才笑作一团 把个照号弄得摸不着头脑 你们到底笑个啥呀 她和雪莺比赛打鸟来着 小竹子扶着起伏的胸口道 结果县主还没瞄准 雪莺就抢着一枪开出去 把鸟全都惊飞了 等好半天 鸟终于要落下来了 姜小姐又一枪 又飞了 马秘书啊 可笑得是咬着通红的嘴唇 姜小姐连开几枪 鸟全吓跑了 再不肯回来了 瞧瞧把眼睛笑成了月牙的 所以你输了 赵浩同情地摸了摸 县主妹妹的头 不 没有 李明月撅着小嘴道 他也一枝鸟没打着 他耍赖劈批批评我的 那他也没有占到便宜啊 怎么没占便宜 我一件都没捞着射 李明月的鞋底搓着地面的青砖 郁闷道 就像个傻子似的站在那 不哭不哭 明天啊咱们再去 让你打个痛快 赵浩忙是笑着安慰 真的 小县主啊 当时破涕为宵 开心地搂着赵浩的脖子 朝着屋子里面 忙碌的江雪莹 欢呼了起来 雪莹 听见了没 明天咱们继续比过 雪莹可没有时间了 她得准备开会了 赵浩笑着替江雪莹 请了个假 是吗 那真是太 李明月笑竹言开道 太可惜了 客房当中 手持毛笔的江雪莹 笑着摇了摇头 明天就让你高兴高兴 可接下来好些天 兄长都是我的了 龙庆二年 腊月初九 吴师与科学岛为天地立法 定时间温度长度质量之科学剂量标准 自此科学大兴 日为天下之险学 大明天翻地覆万象更新 皆由此肇使 数十年后 太西弗朗基诸国 为求师明长祭以自强 皆是纷纷以此为其国内法定单位 吴师之志随行天下 为万事不义之法 后世定此日为国际标准日 以为纪念 大师兄长曰 乌乌乎天不生无师 万古如混沌 西有盘古开天霹地 皆分清竹阴阳 创造万物 责备苍生 吴师之功绩 拨累此神奇 可谓盘金载 吴登 溃步如大师兄矣 弟子 京阳 艳阳 太阳 小白静路 科学传习路 续篇 万国公志 第八百七十四章 群衔避志 从辣椰石一开始 分散在四面八方的江南集团高层 便是陆陆续续地上了西山岛 就连徐卫老两口啊 也被赵浩半强迫地弄来了 赵浩还想起赵立本 也来一起热闹热闹 可是无奈的老爷子要坚守岗位啊 便是派他大伯 来做了代表了 原先只有赵浩他们几个的时候啊 显得空空荡荡的营兵馆 顿时热闹了进来 到了临近开会时 营兵馆呢 已经是人满为患 众高层不得不将自己的随缘打发出去 给新来的同事腾地方 这几天呢 可把赵浩和江雪英给忙坏了 两人每天连轴转地 接见各公司的负责人 听取他们的年终报告 赵浩还得抽空 跟与会的高层一一面谈 与他们提前沟通相关的任命和决策 想要开上一场胜利的大会 团结的大会 奋进的大会 就必须要在开会前 把所有不胜利 不团结 不奋进的因素 全部消灭掉 通常来讲啊 不合适的因素都是来自于利益之争的 不过目前江南集团还好 一是赵浩在集团内部一言九鼎 二是集团仍在草创时期 能分的蛋糕实在是太大了 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够照顾到 赵浩主要担心的是 集团高层和管理层 无法扭转思维 眼睛还是只盯着大明 甚至只盯着江南这一亩三分地 因此 他主要的精力 是放在思想工作上 好让所有人统一认识 开阔眼界 认同集团的远景规划 在之前 赵浩已经跟江雪莹 华伯珍等人 反复提及过这些了 见效果还不错 他这才有信心 拿来在集团层面上来宣讲 虽然江南公司啊 是以利益凝结在一起的 但是集团想达到他期许的高度 是不能够没有利益之外的追求的 见赵浩和江雪莹忙得不可开交 县主兄妹和张晓晶 很懂事地不给他们添乱 在赵氏系和乔乔的陪同下 去苏州游玩了 至于马秘书嘛 每天见这么多人 谈这么多事 赵浩能离得开他吗 到了腊月十四这天黄昏 从崇明县来的于盛司 陈怀秀 还有牛满二长老 抵达营宾馆的时候 明日参会的四十九人 悉数到齐 四人从华伯珍那里 得知了他们来的是最晚的 顿局十分惶恐 而且他们还没有完成赵浩交代的任务 请还在崇明岛上的潘中成 也一起过来 这潘济逊是最讨厌开会的 他宁愿天天在大地上 风吹日晒吃吃土 也不愿意跑到大老远去听这小狗放屁 四人和金学增啊 又没有胆量绑着一位三品大员上路 也只好是无奈放弃了 这也是他们来晚的原因 顾不上安顿了 四人便先去 轻一别怨请罪 不巧啊 赵浩正在与人谈话 好在高五告诉他们 公子每次谈话时间都不长 他们便在湖边注意注意稍后 屋里头啊 赵浩坐在宽大的单人沙发上 正跟一个胖胖的青年说话 那个青年叫做唐宝露 是唐友德的大儿子 老唐从唐济南货部抽身出来之后 他便是接手了家里的百年老店 老唐多精的人呢 还能让儿子在小小的南货店里面 困一辈子呀 等赵浩从北京南下的时候 他便是舔着脸地对赵公子说 你宝露之二啊 已经在店里面历练满一年了 各方面都长进不少 公子回去看看是否可用 要是还顺眼的话 就留在身边 提案老唐为公子安前满后吧 哎 其实不说别的呀 就冲老唐这么会舔 啊不 是这么懂事啊 赵浩爷不能够亏待了人家唐宝露嘛 何况这个青年既有老唐的干练 又不像老唐那么圆滑世故 而且还胖乎乎的 自然深得赵浩的器重 事宜江南集团成立之后 唐宝露第一时间就加入了 为什么到现在才露面呢 哎 因为啊 他被赵公子派去广东采办南货去了 只是采办的南货比较特殊 有番鱼工匠私造的鸟嘴冲 有豪敬奥的弗朗基人返来的钟表 甚至还有补家楼驻炮厂出产的各式青铜炮 虽然有画家王家提供庇护 但他能把事办得汤水不漏 也足以说明这小子有本事了 这半年辛苦了 宝露 赵浩靠坐在了柔软的大沙发上 全靠这样的神器 他才能够撑到现在啊 马香兰给宝露端上茶 宝露赶紧浅身道歇 然后只搁着半边屁股在长条的沙发上 说出哪儿的话 年轻不就是到处跑吗 不辛苦 宝露笑了笑说道 就是提心吊胆 广州城的预造臭都要被我买尽了 真怕哪天被官府当成军火贩子抓起来 幸好幸好 你功劳不小 带回来的喷子明年都够用了 就是滚粗少了点 没办法说 红毛鬼看得紧 美剧铜炮都有编号 就是报废了 也得拿旧的换新 弄回来的那几门呢 还是他们送给广州官军的 也直而所见 红毛鬼的保密意识远胜大明多已 当然跟叔父比还差得远呢 正常 弗浪基已区区百万人口 还没有苏州成人多呢 却能够建立海上帝国 把据点都射到了大明了 肯定不是吃干饭的 赵浩笑笑 说是平常的话 他肯定是要好好地询问一番广东的详细情况 但明天就要开会了 他也累得头疼 嗓子冒烟 便长话短说道 过年好好歇歇 转过年来啊 还得再给你加担子 叔叔尽管吩咐 唐宝露速容宫廷 等赵浩送走小唐胖子 准备回屋歇歇的时候 便听身后响起了熟悉的山东口音 师父 猎羽羽啊 你他娘的还知道来 赵浩公子没好气地回过头来 便见陈怀秀和牛马二长老 跟在五弟子的身后 走了过来 呀 怀秀姐 你终于来了 赵浩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纯净笑容 我等来迟 还望公子恕罪 陈怀秀啊 不好意思地笑笑 向着赵浩浅声地服一服 怀秀姐哪儿的话 明天才开会呢 知道你们忙着修低呢 不是重要的事情 实在不想打扰你们 抱歉公子 盼忠诚不愿浪费时间 不打紧的 我料他也不会来 只是不请他的话 到时候又成了我的错 还不知被他怎样击对 赵浩不在意地摆摆手 又关切地问道 小腾出院后怎么样啊 第八百七十五章 第一届集团大会 小腾出院后怎么样啊 破公子的服 已经彻底复原了 过了年 就准备请先生给他开盟了 陈怀秀微笑答道 这不巧了 御丰小学看见就招生了 我两个小徒弟 已经报名入学 不如要想腾也去上学 让他们做个伴 那感情好啊 小腾性格有些孤僻 岛上又没有玩伴 能和公子的学生一起读书 真是再好不过了 陈怀秀文言十分开心 和赵浩说说笑笑 进去房间 鱼甚思唯唯唯唯地 跟在后头 敏感纤细的小心肝啊 受到了一万点的暴击啊 牛马二长老相互看了一眼 心说这赵公子 不会是要拿藤少爷做人质吧 但愿不是 因为就算是的话 他们也无可奈何呀 江南公司和沙船帮 已经深度绑定了 混为一体 实际上啊 现在只有崇明海运公司 而没有沙船帮了 藤少爷长大 还有没有帮助当都良说呢 两人无法分辨 这些变化是好还是坏 既然当初选了这条路 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腊月十五 天高云淡 风和日丽 江南营宾馆的礼堂门口 惊奇飘飘 红毯铺地 红毯两旁呢 还摆设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在这寒冬腊月里面啊 争气斗艳的 江南集团 第一届集团大会 便在这里举行 与会的四十六名集团高层 还有列席的赵守夜和吴承恩 全都捣持一心 按时从营兵馆各处赶来参会 唯有徐卫 还是那副不朽篇幅的邋遢呀 但谁让赵昊就是喜欢他呢 也只能是原谅他这一生 放纵不羁 爱自由咯 进门的时候啊 每人还领到了一朵几百的琼花 一个精美的木匣 徐卫呢也领到了一份 当场打开一看 木匣里面是一枚纯金的参会纪念章 以及一份炕金的会议手册 就爱整这些花里胡哨的 徐文长将这琼花啊 粘到了几边 木匣子夹在了叶下 这把玩的那枚造型精美的纪念章 你不稀罕给我呗 吴承恩冷笑一声 他知道啊这老伴就好这口 按照公子的画风啊 堪称是勋章屁的 我的不就是你的 徐卫却是把怀里面一藏 口贤体正直啊 进去礼堂 便见宣场明亮的大厅中 设置一张椭圆形的红木会议桌 外围还有着三排长条的会议桌 大厅北面墙上摆着一排 覆盖着红绸的树牌匾 环形会议桌的中空处 花团锦簇 这桌上啊摆着 檀木雕成的名牌 每个名牌上面 都用着金笔勾勒出了一个人名 众人呢也不用你推我让的 直接是按名录做即可 大厅一脚啊 摆了一具一人多高的夕阳座中 会议九点开始 八点五十分 人已经到齐了 只剩下董事会成员还没有出现 在座的诸位集团高层当中 不乏徐邦锐 陆匡 顾大寿这样 跺跺脚 江南就晃三晃的大佬 但是所有人呢 都被会议的气氛所感染 一个个正经为坐 静静地等待着董事会成员的到来 没有人交头接耳 八点五十八分 赵浩和华伯珍搀扶着华董事长 从屏风后转出 江雪莹跟在赵浩的身后 王梦祥 王世贸 稍稍比江总裁落后了半个身位 董密于奔 殿后 众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 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董事会成员入座 话茶老太隆中地 朝着众人团团拱手 入座的时候看了一眼桌上 他伸出手来 将独居正中 写着自己名字的名牌 拿起来跟左手边赵浩的名牌换了一下 赵浩推辞两句 画台是白了白手笑道 这里啊 都是自己人 老朽还坐在正位上 岂不是让下面那帮人 笑老糊涂啊 路匡顾大寿等人应和地笑了起来 赵浩呀 便是也不再推辞 在正中的位子上坐了下来 话茶和江雪莹分座左右 再往下是二王 最后 画伯真和于奔也坐了下来 其余人才重新就座 整点钟声当中 担任会议主持的画伯真便是高声宣布 江南集团第一次集团大会 正式开始 所有人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将清脆的钟声都给淹没了 掌声B 画伯真宣布会议第一项 江南公司正式更名为江南投资集团 请画董事长和赵公子为集团揭采 赵浩和画茶将靠在北墙上 那面最高牌匾的红筹阶下 一面长八尺八 宽一尺八的黄铜名牌上 文坛盟主王世珍亲笔提写的 江南投资集团 六个囚禁雄建的大字 便是映入到了众人眼帘 自然又是一阵的热烈掌声 接着会议第二项 集团下属各公司受牌 所有公司的负责人 依次上前 与赵公子一同为自己的公司接彩 足足十二面 长六尺六宽一尺二的黄铜牌匾 依次揭开之后 将整个大厅都给要得金币辉煌 再加上两家还没有挂牌的公司 以及没牌子的避暑山庄 江南投资集团旗下 已经足足有了十五家的子公司了 今日四十九名与会者 除了特邀参会的赵守夜 徐卫和吴承恩之外 其余啊 尽数是在集团或者是这些公司当中担任要职 其名单与职务公布如下 江南投资集团总公司董事会成员 赵浩、华查、江雪莹、王梦祥、王世贸、华伯珍、于奔 其中华查为董事长 江雪莹为副董事长兼集团总裁 于奔为董事会秘书 江南投资集团十五家子公司分别为 一、江南金融公司 江南金融目前指下下江南银行 江南金融的董事长和江南银行的行长 由江雪莹担任 江南银行副行长为刘正奇 刘元外已经在本月被推选为 新任洞庭商会会长了 二、江南开发总公司 江南开发董事长为王梦祥 总裁顾大栋 其目前下下六家开发公司 分别为昆山开发公司 董事长为顾大栋 总经理戴高 另一名县里指定的副董事长 昆山主部白手礼并未出席 崇明开发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于慎思 副董事长马东 也就是沙船帮的马长老 上海开发公司 董事长为王梦祥 副董事长陆延 陆延是上海县陆家的家主 王梦祥摆平浦东土地纠纷的方式 就是把他给拉入了火 太仓开发公司 董事长由王世贸的大弟 王世德担任 副董事长则是由王梦祥的弟弟 王叶祥担任 无县开发公司 董事长为顾大寿 长州开发公司 董事长为陆匡 目前 太开司 吴开司 长开司正处于筹建状态 三 江南建材公司 其董事长兼总经理为华伯真 副董事长赵晃 是赵浩在修宁老家 比较成器的堂兄 目前江南建材下辖四家建材厂 分别为江南第一水泥厂 厂长华安 是华伯真疏同出身的画家管事 已在画家产业当中 浸淫多年 江南第二水泥厂 厂长岳鹏 江南采石厂厂长杨九 岳鹏和杨九呢 都是武技原先的大嘲讽 以及筹备中的江南第三水泥厂 厂长由赵晃担任 预计出了正月就开工 四 江南教育集团 江南教育董事长为赵浩 目前其下辖四家学校 校长皆为赵浩 其中 玉丰书院兼副院长兼首席教授李志 书院教务长兼天文系主任贝培家 书院数学系主任华书阳 玉丰中学副校长兼教务长焦洪 玉丰小学副校长兼教务长郑若增 蔡家乡小学校董副校长余生 其中 玉丰中学 玉丰小学与玉丰书院一样 并非是昆山县的学校 而是面对整个江南招生的 五江南安保公司 江南安保董事长兼保安总队长金科 副董事长兼副总队长王如龙 保安一大队大队长马克龙 总教组兼保安二大队长童子公 二大队驻扎昆山 一二大队都打着昆山枪手营旗号 保安三大队大队长马应龙 三大队打崇明枪手营旗号 另高五和蔡明等蔡家乡出身的卫士 隶属于赵浩私人的基点投资 不在江南集团序列 六江南航运公司 江南航运董事长兼总经理陈怀秀 副董事长为米奇 也就是米老叔了 江南航运还下辖一个 由圆武际车马行的仓库改制而成的 江南舱处公司 其总经理为米老叔 七江南医疗集团 江南医疗董事长兼江南医院院长为万密斋 江南医疗副董事长兼江南医学院院长为李时珍 八江南纺织总公司 江南纺织董事长为刘正祁 副董事长为许志向 旗下设两家公司 江南丝织公司 总经理为许志向 江南免访公司 总经理为翁凡 月初翁凡被推举为洞庭商会副会长 九江南船博总公司 目前公司董事长暂缺 赵昊仪 龙江造船厂的提举扬帆 还没有来得及动手挖人呢 副董事长兼江南第一造船厂厂长 牛一群也就是牛长老 十江南贸易公司 江南贸易董事长为唐宝路 十一江南媒铁集团再筹 江南矿业董事长为徐邦瑞 这是赵昊前天才谈妥的 十二江南制造公司也是再筹 目前公司在研究中心孵化 由张建兼任公司董事长 十三江南瓷业公司再筹 目前公司同样是在研究中心孵化 由行云露兼任董事长 十四江南化工公司 目前公司同样是在研究中心孵化 由徐汝奎担任董事长 也是前几天刚刚决定的 十五五 必属山庄 山庄总经理高进 康乐部经理赵世珍 在十五家子公司的董事长 揭示落座之后 会议进行第三项 由江南投资总裁江雪莹 做集团年度总结报告 集团上下早已经见识了 这个小姑娘的厉害 对她的畏惧甚至超过了赵公子 毕竟赵浩抓大放小 或者说是粗制大业 基本上不会过问细节 但是这位江总裁就不一样了 事无巨细都逃不过她的慧眼如炬 论起生意上的门门道道来 在座的有一个算一个 都不是她的对手 不过集团刚刚开业半年 加之江雪莹说话言简一概 只用了不到半个小时 便为与会者提纲窃领 回顾了过去半年的发展 江总裁的总结虽然短 却是依然让人无比的震撼 谁能想象得到 这家今年六月初才成立的公司 居然在半年的时间 就膨胀成了如此庞然大物了呢 虽然大部分公司目前只是搭起了股价 但是所有人都深信不疑 只要有赵公子的英明领导 这一家家公司很快便会发展壮大起来的 身处这样的一个集团 又居于重要高位 让人很难不生出一种身在历史 创造历史的宏大感 在大明这个已经要凝固的社会中 出现这样的生机勃勃的新生命 而且自己还参与其中 怎能不让众人激动难耐呢 坐在角落的徐卫和吴承恩对视了一眼 都感觉到了无比的震撼 这小子也太能捉腾了吧 再让他捣鼓几年呢 江南公司会变成何等恐怖的巨兽 对大明到底是福是祸呀 吴承恩未免是心里坠坠 徐卫那儿啊 一直兴趣趣趣的脸上 却显出了兴奋的神情 这是他在胡汝珍幕府 当首席军师的时候 都没有出现过的心机啊 可惜啊 自己太创逼了 赵浩几次请他在江南公司任职都不肯 这么牛逼的事业 自己居然只是个看客 孤单画家终于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装逼太过 遭了一批啊 在与会者热烈的掌声当中 华伯珍宣布会议进行第四项 请赵公子发表重要讲话 于是啊 掌声更加的热烈了 经久不息 赵浩站起身来 数次抬手下压 方式将众人的掌声压下 他环顾着会堂 看着那一张张或是熟悉 或是只见过几次的面孔 同样是新潮澎湃 虽然他在北京已经成功创立了一家大公司 但是上一次充满了太多的投机取巧 而且太依赖资源了 就像四百年后的梅老板身价十亿百亿 依然是没有太多值得称道之处 也无法为社会创造太多财富 更不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但这次不一样了 江南集团是一家从建立之初就完全不一样的公司 也许赚不了西山公司那么多钱 却是一家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公司 想到这儿啊 赵浩长长地虚了一口气啊 平复了下砰砰的心跳 这时会场也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都亲目地望着他们年轻的引路人 江南迎宾馆外戒备森严 西山岛上半数保安 全部集中在这里 这礼堂外呢 更是三步一港五步一哨 保卫集团首脑会议的安全 礼堂中 赵浩清清嗓子 终于开口道 诸位肯定知道 我在之前还创立了一家西山公司 并且很快就要靠西山公司 成为大明最有钱的年轻人之一 哈哈 公子呀 自信点 把之一去掉 王梦祥笑着打气道 还可以把年轻去掉 一旁的话茬也笑道 众人呢便是跟着哄笑起来 两位啊都当过首富的大佬说的没错 当今大明最有钱的人 肯定是他们的赵公子了 听说西山公司啊 如今每股股价 已经超过了五十两银子呀 这还是拆股之后的结果 赵公子单单西山公司的股票 就值了两千万两了吧 与会者们如是朴素地算道 匹雷 赵公子咧咧嘴说道 说这些不是为了自夸 而是想要告诉大家 当我今年端午离开北京回江南的路上 便一直在想 接下来该做点什么 会场中马上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对这位公子的心路历程 无比的感兴趣 往光明里说呀 日后可以更好地领会领导的精神 往阴暗里说 以后可以投其所好 或者说 有了花不完的钱之后 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一生呢 华博真文言中中点头 这话真是这样 就像宝汉子不知恶汉子鸡了 恶汉子也同样不知道宝汉子吃啥 它都不香了 我想能够坐在这里的人 大部分都有同样的烦恼吧 就算目前没那么有钱的 很快也会面临同样的烦恼的 成人便是又笑了起来 在座的半数都是 家资巨万的大地主大商人 他们虽然仍在不断地赚钱 但其实是惯性释然 因为不知道除了赚钱 又能够做一些什么更有趣的事 所以便继续赚钱了 有钱人的生活 就是这样简单 枯燥 且乏味 另外一半 要么是赵浩的学生们 跟着他求道的人 要么是瑜伽掌高铁匠这样的小福吉安的老人家 所剩不多的人生该怎样度过呀 画家和作家更是魔证了 作家小声地问道 往后余生该怎么过 把书写好 别太监 画家斩钉截铁地答道 可他却是回答不了自己 就连于奔 画鞍这些给别人看买卖的管师 对于这个话题同样十分感兴趣 又有谁愿意一辈子活得毫无意义呢 后来我终于想清楚了 那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赵浩脸上挂着真挚而温暖的笑容道 那么 什么才是有意义的事情呢 古人有过无数论述的 我觉得横渠先生说得最好 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为往盛既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就是我们华夏人心中 最有意义的四件事情了 所以我成立了江南公司 现在应该叫投资集团了 这横渠四句 可能有些人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你只要牢牢记住 江南集团 是一家励志于 要让大明变得更美好的公司 让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的公司就行了 当然 公司嘛 一定要以盈利为目的的 但是 我们江南集团不惜老百姓的骨髓 不当国家的助手 本公司 就是要让天下人看看 我们江南集团 非得堂堂正正干干净净地赚钱 还能够带着百姓一起顾上好日子 让大明变得更加强大 好 输得好 余晖者们使劲鼓掌啊 输有可能谁愿意当个坏人呢 倘若既能赚钱又可以立国立民 只怕所有坏人都会金盆洗手 立地成佛了 当然 这种话呀也只有赵浩说出来才有人心 换一个人来说 只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有人肯定是要怀疑 谁说怎么可能呢 桌上的膜就这一个 你吃一口 别人就要少一口 这世上 哪要让所有人都得好处 却没人吃亏的事呢 余晖者便是善善笑了下来 公子说有 当然就是有了 不要盲戏 我又不是神仙 看这种事情 确实是有的 众人不由秉析宁神 唯恐听漏了一个字 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做个更大的膜 这样的话 大家都能够吃到更多的膜 或者是再做一些包子面条 不动别人的膜 我们一样能够吃饱 只听赵浩淡淡地说道 华太师露出了鸡赏的神情 不由点头道 水泥就是公子端上来的包子面条啊 那玩儿的口感可不好 但确实管宝 是啊 水泥的用处可太多了 造福苍生 还能赚大钱 这不就是对所有人都是好事吗 众人文言不由恍然 华波真和他手下的头头脑脑们 等时尾巴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水泥只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没有必要跟诸位隐瞒 本公子的研究中心里面 还孕育着好些个同样很棒 甚至更加出色的发明 还有跟水泥一样的发明 目前有八个和水泥不相上下的 还有两个 在各种意义上 都会超过水泥的 屋子里面的温度凭空上升了两度 众人都惊得合不拢嘴了 包括避暑山庄的经理们 原来我们搞的东西这么牛逼呢 王应选哆哆嗦嗦地取下了眼镜 擦了又擦 肯定有我们零零锁的东西 赵世珍信息满满 行云路激动地呀牙齿打颤 我们会不会被人绑架呀 瞿入魁哆嗦着不敢回家过年了 待众人好容易按住了快要蹦出胸口的心脏 赵浩又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脑袋说 还有更多更棒的 在这里 只要假以时日 整个世界都会被我们江南公司彻底改变的 誓死追随公子 也不知是谁先喊出来的 誓死追随公子 誓死追随公子 紧接着所有人都跟着阵臂高呼起来 誓死追随公子 连徐魏啊也是情不自禁地跟着喊了一句 说完 却羞耻地想要钻进老伴儿的怀里 第八百七十七章 一五计划 礼堂当中 赵浩连连地抬手下压 好容易才让众人的热血平复下来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光有热情有条件是不够的 还得有持之以恒的努力 有计划 有步骤地去实现我们的理想 相信 有诸君与我并肩作战 我们一定可以将理想变为现实的 就是一阵的热烈而悠长的掌声后 便是听到赵浩沉声宣布的 首先 我们江南人不变的信念是 世作大名 富强繁荣的先锋队 为了实现我们的信念 我们要全力推动大名的农业革命 商业革命 乃至是工业革命 这是我们江南人的总方针 但 实现这一伟大理想的路途 漫长而艰巨 我们有必要 科学地去制定计划 一步步去完成它 因此 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酝酿 将我们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 公布如下 与会者忙是纷纷掏出了铅笔 展开本子 开始记录 自龙庆三年元月起的五年内 江南计划将致力于 夯实基础 打通脉络 苦练内功 完善布局这十六字方针 下面 我将从各个方面 分别阐述 首先是农业方面 集团计划五年内 在昆山 上海和崇明等地 至少 垦直稻田一百万亩 棉田五十万亩 桑田二十万亩 此项计划由江南开发总公司来主导完成 王梦祥顾大栋等人赶紧起身应命 另外 我们要找到并市众成功若干新作物 以解决目前大明主要的粮食作物 在贫土中产量低下的顾及 此项计划由江南贸易公司来主导完成 唐宝路赶紧应命 商业方面 我们计划在五年内 推动朝廷实现草粮海运大计 且年运量要达到两百万弹 这也是一五计划的重中之重 需要集团公司通力合作 由我和江总裁来牵头完成 为了达到海运运力的基本要求 我们计划在五年内拥有千辆沙船 一千五百艘 两千辆浮船五百艘 其中绝大部分委托龙江宝船厂 和苏州造船厂制造 江南造船厂要在一五期间 迅速通过吸收人才提高水平 不仅生产规模要达到观影厂的程度 还要掌握目前中西方船型制造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也就是能够造出合格的盖轮船 牛长老门的一声 感觉是压力山大呀 他都没有听说过 什么叫做盖轮船 怪不得赵公子迟迟不肯任命 江南船舶的董事长 这还真不是人干的活啊 至少老牛就没这本事 此外 我们还要借助曹梁海运之机 重新恢复海上贸易 好为江南的工商业恢复活力 但不做恶事是集团的底线 所以我们要进行合法贸易 无论如何都要取得与藩国的贸易许可证 争取明年恢复原有的海贸航路 五年内将海外贸易额提高五倍 此计划由江南公司董事会负责 华查 王梦祥 陆匡 顾大寿等八大家成员 全部都是起立热烈的鼓掌 这就是他们愿意降尊于贵 跟随赵公子的原因了 另外我们要为海外贸易提前布局 计划五年内在冀州 琉球 澎湖 澳门 吕�宋 设立货站 搜集商业情报 在当地站稳脚跟 这项任务交给江南贸易负责 是 唐宝禄起身高升应命 第四 建筑方面 计划五年内水泥产量提高到目前的十倍 足以供应整个江南的大型工程建设 此事由江南建材负责 遵命 华伯贞高升领命 其实啊 赵浩起先只是给了五倍的计划 但他主动提高到了十倍 一万年太久了 只争朝夕 第五 金融方面 江南银行五年内要完成 吸除五千万两的计划 并为集团各公司每年发债合计 不低于一千万两 明白 江雪莹脆生生地硬道 众人文言倍感振奋 这么大的摊子仅靠着集团自身持续投入 压力实在太大了 说是能够一直借别人的钱来发展自己 压力自然小很多 另外 五年内要在苏州试点 对冲风险的期货市场 并筹建江南证券交易中心 是 第六 教育方面 计划五年内在苏州各县成立小学二十四所 中学八所 并成立一所专门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并筹建一所高等专业技术学校 五年内至少完成快速扫盲两万人 培养全日制小学毕业生五千人 在校中学生两千人 在校中专生一千人 余晖的教育工作者们 神情凝重地起身灵命 这可真是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啊 另外 御风书院方面 接下来五年内 有两届秋围春围的话 正好 第六年的二月 也算是进入到了五年计划内 所以 要求这两届大笔 至少培养出举人五十名 近十二十名 哇 之前赵浩的任何计划呀 都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 但也只是相关负责人才会发愁 唯独此事 小伙伴们全部都惊呆了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读书人中个局有多难 这要不怎么会有 跟中局一样难的说法呢 县里能出个举人 都要吹吹打打 给个立个牌坊 这要出个近视 那简直就是要撞大运了 三年才出 三百来个近视啊 全国有一千四百多个县 自己算去吧 现在江南集团呢 居然是要批发举人近视 真是让人战惊到荒谬啊 谁知呢 负责此事的李志 确实云淡风轻的 低了 什么低了 计划太低了 小菜一碟 没有挑战 李志撵着胡须 狂到没边了 真不要脸 就连这徐薇啊 都替他扫得慌 要知道啊 他老两口加起来 考了十七次秋为 都没有成功过一次啊 但是赵浩知道 李志有狂的资本 他不光是辅导天王 而且还是拼命三郎 苏州昆山两地跑步说 李志还抽空盲闲的讲学 把自个儿呢 打造成学术明星 吸引无数人 想要拜他为师 但李教授啊 都以苏州府学名额有限 把他们都撵到了 御峰书院入学 以至于御峰书院 还没有正式开学呢 新入读的生员 已经超过了一百人 照李志这么个炒作法 接下来五年时间 再来几百个秀菜 那还不跟玩似的 只要学生的量上去 考中五十个举人 算得了什么 不过赵浩呢 没有理会李卓吾的狂言 只要能够完成 眼下计划 他就烧高香了 第878章 江南人最幸福 接下来的一些计划呢 与会者呀 就压根听不懂了 什么化工方面啊 要在一五期间 完成三酸两碱的研制 并且尝试工业化生产 什么机械方面 要在五年内 完成标准化生产的规范 并且改进大明和西方的车床 堂床 磨床 钻床等工业母基 使其精度提高到两毫米以内 什么钢铁方面 要在医务期间 达到工具钢 粘产量一吨 完成焦炭炉的改造 攻克转炉炼钢技术 并持下繁昌铁矿 什么医药方面呢 要在五年内研发出 新型抑菌药物和麻醉药物 基本完成新医学的理论建设 完成医学院的建设 培养医学生200名 护理师500名之类的 大部分人都不懂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 但他们能猜到 公子所说的那些个新发明 恐怕就孕育其间 其实啊 医务计划还有很重要的意见 没有公布呢 那就是军备方面 赵浩计划着在五年内 完成龙庆式步枪的量产 达到年产5000只的水平 并且研制完成 大小两种的口径 海陆通用的青铜帽 并且达到年产200门的水平 同时还要完成手榴弹 和制弹筒的研发定型 这弹药上啊 义务计划要达到年产颗粒黑火15吨 年产并装子弹10万发 各式炮弹2万发 此外还要采购月灶鸟嘴冲1万只 蒲灶火神枪2000只 赵浩的董事会说呀 搞这么大阵仗 并不是为了造反 而是为了保护未来的海运船队 在弱肉强食的大海上 到处游一只大名的 日本鬼的 红毛鬼的海盗船 没有一只强大的水师护航 那一船船昂贵的货物 只能沦为海盗口中的美食啊 所以啊 在货船之外 义务计划内 还要整体的收购 至少5家 敏越民间造船厂 并且制造大巫尾船 20艘 中巫尾船50艘 小巫尾船100艘 什么 为何海上保安队 还要设立一支 2000人规模的陆战队 当然是要保护海外的火栈咯 并且营救被俘虏的 几方货船 不管你信不信吧 反正董事会是信的 经久不息的掌声当中 一五计划的公布完成 赵昊下了一口茶水 润了润沙哑的嗓子 带到掌声停息 赵昊便是接着说道 一五计划是一个系统的大工程 必须要集团和下属公司群策群力 步调协同 统筹发展 方有实现的可能 顿一顿 他目光扫过了场中 郑重地宣布道 为此 董事会决定 专门成立一个战略决策委员会 来统筹全局 负责整体计划的完成情况 现在公布战略决策委员会成员名单 赵昊 江雪莹 王孟祥 华伯珍 张建 徐卫 说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 他目光落在了角落的孤单画家身上 画家吃惊得嘴大张 指指自己 赵昊微笑地 向他投去了信任的目光 徐卫撇了撇嘴 一脸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赵昊为主任委员 江雪莹为秘书长 徐卫为参谋长 赵昊便是高声地宣布道 尽给老子惹麻烦 徐卫小声地逗囊道 看个孩子似的 一旁的作家呀 无奈地摇里摇头 战略决策委员会的职责为 为集团公司下达 并且调整计划 听取集团各司计划进展汇报 监督各司计划 完成进度 并主持召开一次 计划检讨基督会 各司负责人和计划牵头人 如无特殊情况 必须要按时参加 宣布完了战略委员会的 相关事宜 上午的会议便结束了 午休之后 下午会议继续进行 华伯珍宣布 会议进行第六项 由赵公子宣讲 集团员工激励与福利政策 休息了一中午 重新精神抖擞的赵公子 便是继续发言道 集团既然是励志 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首先就要让自己的员工 得到保障和尊重 一家为力仕途 连自己的员工 都不当人的公司 怎么可能会把老百姓 和国家放在心上呢 一番话 说得不少与会者低下了头 显然不把手下工人当人 这并非是个别现象 而是普遍现象 哪怕站在资方的立场上 拼命压榨工人 其实也是很不可取的 过犹不及的道理 我想诸位地主 都很清楚吧 台下一阵善笑 地主对于店户的压榨太过 只会导致店户抛荒逃亡 甚至出乱子的事 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 众所周知 一个被迫劳动和主动劳动 效果天差地别 一个人给别人干活 和给自己干活 效果也是天差地别 一个空有力气的生手 和熟练的工匠干活 这效果更是天差地别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我们要屏除旧有观念 不能够再把这员工 当牲口使唤了 与会者不仅是脸红耳热 这确实是他们从未想过的角度 有钱人不就是把穷人 当两脚牲口使唤吗 我们集团公司呢 为什么能够代表着全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 因为我们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我们要把员工 当成公司最宝贵的财富 要在严格管理的前提下 给他们收获 成长和尊重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员工树立起主人翁的精神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 把集团当成自己的家 公司才能够迸发出史无前例的力量 带动大明 走向辉煌 设立的掌声再度响起 赵浩抬了抬手 压下掌声沉声说道 因此 集团针对全体的员工 推出了三大政策 定期培训 公费医疗 和职级制度 具体情况呢 由江总裁宣讲 江雪莹接过了话头 响意声声地宣讲说道 集团明年上半年 将成立培训与考试中心 中心将为各公司下发基础培训材料 诸位要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员工培训计划 中心负责对此进行指导考核 另外 待专业技术学校成立后 中心将会与技校合作 为各司员工提供进修提升的机会 公费医疗 试制所有工商免费治疗 对于非工商疾病费用的减免 其员工值得区分 但最低也无误开 另外 如果为公司服役满30年 将享受终身免费医疗 哇 众人发出了惊叹声啊 这可是闻所未闻的大福利啊 下面人要是听到了这条政策 是要把赵公子当成活仆子一样败的呀 第879章 闭幕 在这个缺医少药的年代 穷人生了病 看大夫都是奢侈的 在外头干活受了伤 东家给往家里一抬 有良心的的丢几个钱 没良心的 连面都不露一下 所以呢 不管是生病还是受伤 全靠自己扛 扛过去了就赚到了 扛不过去就是死路一条 哪怕是日子稍微的宽裕些的百姓 就算是能够看得起大夫 可是这个世上佣医太多了 往往花光了钱还治不好病 现在集团居然宣布 所有的工商集团全包 员工生病集团也出一半 说是公子开善堂 也不过如此啊 而且江南集团的医疗水平 可能跟太医院也差不多了吧 这这这公子的员工也太幸福了吧 是啊江总裁 没必要啊 这得花多少钱呢 余晖者忍不住嘟囔了起来 这就是剥削积极的臭毛病啊 总觉得对员工好一点 好像自己跟吃了大亏一样 你给你家牲口治了病 也管牲口要钱吗 看来我说 有人把员工当牲口 还真是委屈了牲口 说牲口是宝贵的财富 没人有意见 说员工是宝贵财富 我看有人就一肚子意见了 在某些人的心中 人连牲口都不说 赵浩一发火 礼堂中当时是真落可闻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来 大气都不敢出啊 消除不了这种奴隶主思想 我就只能清除奴隶主了 赵浩敲了一下桌子 冷横一声道 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他给我长点记性 到时候别埋怨我不叫而住 继续吧 角落里面 画家跟作家小声地摇耳朵的 年轻人在借机立威呢 吴承恩恍然 赵浩这一发作呀 下午略显懈怠的气氛 重新严肃了起来 会场中鸦雀无声 江雪莹继续宣讲道 第三 董事会决定成立 执集与薪酬委员会 委任我为首任主任委员 王世贸 于奔为委员 为公司全体员工 建立执集体系 定为五等三十六级 自吉日起 集团及下属公司 所有新招员工 都定为职业一级 此后 为公司工作满一整年 升一级 但升到五级 并不可再逐年晋升 需要参加相关 初级职承考试 但参加初级职承考试的 最低要求 是职业三级 即是说 全工入职满两年 便可参加 考试合格授予相关职业的 初级工程师 定为职业六级 然后可以继续每年升一级 到职业十级 职业十级后 同样不可再自然晋升 需要参加相关 中级职承考试 但参加中级职承考试的 最低要求 是职业八级 而非十级 所以获取初级职承 满两年 便可参加 考试合格 将授予中级工程师职承 定为职业十一级 并可逐年晋升 到职业二十级 想要再晋升 必须参加高级职承考试 获取中级职承 满五年后 随时可以报考高级职承 但高级职承除需要考试外 还要有集团认可的成果 和业绩 经过职级与薪酬委员会 评议后 方能定为高级职承 直接定二十一级 可逐年晋升到三十级 三十级以上 视为专家级 没有任何年资限制 职级要求 但需要有重大发明 或对集团做出突出贡献 经由委员会提名 董事会批准 方可获得 与会者不由地讨好地笑了起来 那是给公子这样的天才准备的 我们凡人能到三十级 就烧高香了 赵浩脸上也不见怒气 笑着摇了摇头的 相信会有很多年轻专家 涌现出来的 言外之意 专家不需要像本公子这样 百年不遇的级别 见赵浩英转情 会场的气氛重新活跃了一些 有人举手提问道 目前的过人 打都不识字 虽然可以赔信扫盲 但那些老师傅 就太吃亏了 针对那些能工巧匠老师傅们 集团充分授权各公司 出去职称 由公司负责人决定 报备委员会即可 中高级职称 由各公司负责人推荐 直接和新筹委员会来评定 通过后 可特批相应职称 但这段窗口期 只有五年 五年后关闭 再无特批 如果诸位在医务之后 还需要依赖那些不识字的老师傅 我只能认为 这是你严重不称职 明白 众人连忙是功声应下 都知道回去要变着法子 把老师傅的技术给掏出来了 那这职集有什么用呢 关系员工的一切 虽然各公司职业时机以下 薪酬制定权力下放 职报备委员会即可 但要明确职称 对公司的提升作用 初级职称 收入应该是至少 职业一级的十倍 中级职称 至少是职业一级的二十倍 高级职称 不应低于职业一级五十倍 专家级不低于职业一级一百倍 并且 有参与公司决策 分红等权利 另外初级职称 医疗自费比例降到三成 中级职称 自费一成 高级职称 终生免费 专家级别 还可享受保健医生服务 那我们这些人 也需要考试吗 目前 管理人员依然按职务 领取工资和绩效奖金 销售人员领取工资和销售提成 工程师转稿管理和销售的 职集寓意保留 那还好 与会者大大的松了口气啊 董事会会考核诸位的业绩 战略决策委员会 考察诸位的计划完成情况 所以 诸位的压力更大 江雪莹确实泼了一盆冷水 众人灯石就蔫了 当天会议最后还宣布成立了第三个委员会 检查和监督委员会 检监委啊 类似于西山公司的监视会 这但是管辖范围更大 父权也更高 还配备了独立的机构 和专业的监督队伍 并会派小组进驻所有的下属公司 检监委呢 有权质疑检查集团的一切人和经济活动 查扣公司账目 搜查公司办公场所和库房 并在必要的时候 申请保安队协助检监 检监委指向董事会负责 并且公布了第一届监察和监督委员会委员共四人 其中主任委员赵守夜 另有陆匡 陈怀秀 吴承恩三名委员 第二天啊 赵昊又用了大半天的时间 宣讲了自己制定的江南集团章程 再用小半天的时间 宣讲了管理层期权计划 许会者们啊 这才知道 尽管自己拿不到集团股份了 但是只要能够表现出色 还是有可能拿到自己公司的股权 当时全部都是热血沸腾起来啊 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与欢呼声当中 第一届江南集团大会顺利的闭幕了 第八百八十章 除夕 又是一年辞旧时 往年进了腊月二十 昆山的百姓就开始忙着过年了 但是今年不一样啊 都到了除夕了 昆南的工地还干得热火朝天呢 没有一点要停歇的意思呀 原本县里面最乐观的计划是 三期工程 年前彻底完工 但是因为十月底啊 昆开司抽掉了两万壮丁去支援崇明 让这工程进度 一下子减缓了下来 派去崇明的主要是昆北的壮丁 昆南百姓 绝大部分都留在了工地上 家里的大堤还没有修好呢 他们哪都不想去 而且呢 还想要修得结结实实 金汤永固 自然进度就更慢了 这都年根下了 这电山湖大堤呢 还有一成工程量呢 城湖那边啊 更是加起来 有这七八里没有修的样子 一看年前是指定修不完了 年期那天 大老爷就说 大家先过年吧 等过了初八再开工就是了 可是各工段呢 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这大堤修不完 谁又心情过年呢 再者呀 虽然谁都不说 但是大家呀都存着一个表现的心理 江南集团各公司 都发下来了招工简章 听实字的人说呀 优先招路在今年水利工程中 表现优秀的人呢 谁不想要进江南集团工作呀 那可是既有面子又有理子 那些今年被招进去的幸运儿 一个个在乡亲们的面前趾高起扬呢 这说话呀都比原先豪实太多了 什么叫做表现优秀 我们过年都没停工 这年都是在大堤上败的 你说我们优秀不优秀啊 还不知道什么叫内卷的昆南百姓 拼命地向资方展示着自己乐于免费加班 任劳任怨的优良品质 人家呀都自愿加班了 顾大栋怎么忍心服了人家的好意呢 想到自己家养的牛 这农忙的时候呢都是要加料的 不能够让人连牲畜都不如吧 他便是大手一挥 下令过年期间工地上顿顿有鱼有肉 还按人头发了年货 好吧 年货是本来就准备要发的 不过美人呢多了半吊子钱 可是顾大栋在集团大会上受了教育之后的结果呀 吃饱喝足领了年货的百姓啊 是愈发干劲十足了 这工段喊出要在正月十五前完工 那工段喊出要在正月初十前完工 还有说初八就收工的 这好一场是你追我赶的最终大决战呢 一直赶到天擦黑 村子里这才响起了嘻嘻啦啦的暴涨声 民夫们这才意犹未尽地收起工具 分头回家吃年夜饭去了 李花家是在李京村 距离他上工的地方啊 有个五六里 散工之后啊 他扛着工具撒腿小跑 紧赶慢赶 终于赶在天黑头之前进了村 村里头呢 家家乎乎都挂起了红灯笼 但是男人们还大都是没有到家呢 年夜饭呢 定然是要比往年晚了一些 孩子们都是穿上了过年的新衣服 在街上开心地放着暴涨 只见米娃和他的副队长狗蛋 带着一帮加入的新队员 在路旁围成了一圈 被他们围在中间的呀 是一团新鲜的牛粪 昆山县搞全民卫生运动以来 家家户户责任包干 每天都要扫街的 因此呀 在大街上能够看到牛粪的机会 是越来越少了 孩子们瞪大了眼睛 只见着副队长啊 将一枚暴涨插在了牛粪中间 然后队长亮出了他的线箱 神情严肃地说道 兄弟姐妹们 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我不喊跑 谁也不许动 谁动谁是胆小鬼 不能再跟我们玩了 狗蛋啊抱着胳膊粗声粗气 孩子们使劲地点头 自从他俩被县里面披红挂彩 吹吹打打送回来之后啊 两位勇敢的护笛小英雄就成了他们的偶像 不被偶像认可 童年还有什么色彩呢 于是他们屏住了呼吸 目不转瞬地看着队长 用线箱 燃了长长的隐线 看着隐线滋滋冒烟 飞速地变短 米娃却是忍着不出声 孩子们吓坏了呀 这要是溅了一身的牛粪 那今天晚上就是别人过年 自个儿过堂了 眼看着那隐线就要燃尽了米娃 方式大喝一声 走 孩子们如猛大射撒丫子就跑啊 身后响起了碰的一声闷响 牛粪炸开四溅 却是几乎没有沾到人的身上 孩子们便是忘情地欢呼了起来 队长真厉害 咱们全村就属于你最后诈分 狗蛋满脸崇拜地说道 米娃却是露出了不舍的神情 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带队了 之前赵公子呀 答应满足他和狗蛋一个愿望 让俩孩子回家跟大人商量 狗蛋爹娘呢后来提的是 能够给家里面的土胚房 盖成砖房吗 结果呀他一家年前就住进了 全村最漂亮的粉墙带瓦 似水归塘的砖瓦房 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对象 米娃家呢却依然是住着原先的破房子 因为啊他娘让他跟县里说 希望啊能够让他和弟弟妹妹 都进玉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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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江西福建的秀才们 都是趋之若鹜 他们当然是想方设法地 把子弟送进去 余下几十个名额 那么多的城里人盯着 根本就轮不到他们这些个乡下人染指 所以梁氏觉得 能给自家三个娃子 争取到三个名额 指定要比换一栋新宅子划算得多呀 不过米娃弟弟和妹妹还小 得够了年龄才能够入学 米娃将献香郑重地递到了狗大的手中说道 明年我去县城上学了 点炮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前家练习 不能慌了手艺 是 队长 你放心 狗大赶紧两腿一并 昂首挺胸 这是哪个小吃老干的 急呼呼地出来产愤的林家老汉 看着满地的粉渣 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 给老子收拾干净了 嘿嘿 撤 米娃乖叫一声 孩子们一哄而散 各回各家去了 只留那个老汉呢 气得是直跺脚 这要是不收拾干净了 大年初一 就要被家长给熏个狗血分头了 米娃急匆匆地跑回了家 在门口呢 跟父亲撞了个满怀 臭小子 急什么 又闯祸了 李华搁下了扁担 胳膊夹住了儿子的脖子 嘿 哪有哪有 奶奶就要吃年夜饭了 米娃黑黑一笑 挣脱了父亲的魔掌 什么味儿啊 李华揪起了自己的衣袖 皱眉袖了起来心说 莫非是我的狐臭 这大冬天的就翻了 不过 怎么是个牛粪味儿啊 我知不过 我知不过 费了 这阻约里面啊 快点 咱们 都放下宇了